今天能力 9 月 29 號 就是藥師佛的聖誕 我們就特別在今天 起見一年一度的藥師法會 藥師佛從英文來說 各位會覺得特別的親切 而且特別的覺得跟自己息息相關 是很重要的 這藥師佛的英文 Medicine Buddha Medicine 藥 醫藥 在所有的佛菩薩之中 我們特別對於藥師佛覺得很親切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就是我們人生來都是吃五穀雜糧 沒有人不生病 生病了 在這個世間上身體要生病 或者說身心要生病了 要找醫生 有醫師 有藥師 那藥師佛呢 他的這個名號 全名就叫 藥師流離光如來 藥師的意思就是 如果稱念藥師如來的名號 可以醫治我們生死大病 那麼稱念藥師佛的名號 修持藥師法門 同時呢 也可以得到藥師佛的光明照耀 叫流離光 這份光明啊 是照亮 我們這個生死輪迴的路上啊 是照破無名之案 所以在佛陀告訴我們的法門之中 也特別就在淨土之中 推薦了東方流離淨土 這藥師佛的 這個淨土呢 是藥師法門 當然這部佛經呢 藥師經 從一開始 就是文殊菩薩替我們問 今天我們送了 每一個人都送了三部藥師經 今天大概有五百人在這裡送食 也就是送了一千五百部的藥師經 我不曉得各位自己讀過之後啊 對於藥師經的重點 是不是可以掌握一些段落 一些重點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藥師流離光如來 這個名號的意義 那另外呢 這個藥師法門 是在佛陀說法的會上 文殊菩薩 請佛陀能夠在淨土這個法門之中 像佛陀經常推薦的是西方極樂淨土 那麼文殊菩薩就問 在淨土法門之中 這一類的還有其他的方法嗎 還有適應其他眾生根基適合的法門嗎 所以佛陀呢 就特別在介紹了東方 所以各位知道東方跟西方 這兩大法門其實說 東方藥師佛啊 照顧我們的身心健全 照顧我們的現世福利 好像聽起來感覺 是這世間上的人 你要生活的這種安樂 滿足幸福 應該要修藥師佛的 東方的藥師法門 但佛陀又告訴我們西方淨土 就是歐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有人誤會啊 以為我要活得很好 就念藥師佛 我要準備要往生了 才要念歐彌陀佛 其實是錯誤的 念藥師佛 一樣可以滿足我們 發願往西方的功德 可以幫我們補足 念西方極樂世界 歐彌陀佛的聖號 一樣可以讓我們得到現世的福利 所以千萬不要誤會 以為這個藥師法門 是我們活著人要念的 歐彌陀佛聖號 變成是準備往生才念 這個是我們中國佛教徒 很錯誤的一個習俗 就是流傳下來以為是這樣 其實各位要知道 歐彌陀佛也好 這是西方 藥師佛也好 這是東方 這些包含彌陀淨土等等 所有這些淨土法門 都是釋迦牟尼佛 教導我們的法門 這個法門沒有分高下 只要相應就好 那麼特別呢 其實在中國佛教講回來 現在還是念西方 歐彌陀佛的法門是比較興盛 那麼好像東方藥師法門 比較不受重視 其實這個跟 這人世間很苦啊 太苦了 很多人呢 就希望求得來生的福樂 希望往生淨土 不要再來說過輪迴 因為這樣 那麼所以西方的法門比較興盛 但是在今天來講 如果以我們大家今天生活的 其實在自由民主的地方啊 在現代文明 物質各方面 照說基本上的也不欠缺 所以那種說世間苦 然後急著要處理的那個心意啊 反而不是那麼強 有句話講 富貴學到難 如果太順利了 處在順境之中 往往呢 對於這個修學佛道的精進啊 這份心就提不起來 這個就好像 在清朝這個國師 就是玉林國師 他在皇宮之中 要傳授佛法 但是宮廷之中 都是富貴好命的人啊 要怎麼跟他們講這個世間 本質上是苦呢 很難讓他們明白 所以呢 玉林國師啊 特別就在藏經之中 翻閱過後啊 決定 跟這些 這些 在這種 就是比較 順境之中 富貴之中的人呢 講說 就推薦 藥師法門 那麼所以 藥師法門 差不多 是在這個清朝 這個清朝民國 開始呢 像太虛大師 洪一大師 他們都特別 在講經的時候 推崇講說藥師經 那麼也有他們的著作 我們圖書館都有 像洪一大師 他們所寫的 藥師經的註解 圖書館都有 如果 各位有查過一些資料的話 可能會發現 好像註解藥師經的 這些著作呢 比較少 不是那麼多 事實上也是這樣 據我的了解呢 是因為本身藥師經 就很淺顯易懂 基本上啊 是不太需要什麼註解 大概是這樣 並不是說它不重要 實在講是翻譯得太好了 就是很流暢 很淺白 那麼大部分看過的人 大概都懂 我現在呢 只是利用法會之後的時間呢 告訴各位 東西兩大淨土 都跟我們息息相關 我們現在在這裡 是藥師佛的聖誕 我們起見藥師法會 那麼也因為是藥師佛的聖號 藥師流離光如來 所以呢 也以燈供養 來供養藥師佛 祈求藥師佛的光明照耀 那麼真的把我們的這個無名啊 要照破 常常我們在很多人生路上啊 有一些事情啊 看不開 想不透 實在是因為煩惱障壁 那麼點燈供佛 那麼祈求藥師佛啊 加持能夠照亮我們的這個智慧之道 把這條路 能夠為我們開拓出來 那麼這裡呢 我還要再提醒大家 我剛剛講 大家的《宋慈藥師經》 也拜佛 也念佛 那麼對於《宋慈藥師經》裡頭幾個重點 每年呢總是要提醒一番 那麼從經文開始 各位如果可以的話 也可以打開經文 不過我看各位的版本呢 是沒有標註頁數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講 第幾頁 就從經文開始吧 《宋慈藥師經》呢 那麼跟一會大眾 那麼這中間呢 在第二段就是文殊菩薩替我們提醒 這裡有一句話呢 有些人會有一些疑惑 就是說 文殊菩薩請佛陀告訴我們 就是介紹也是類似向西方淨土的相關的法門 那麼這樣說令諸文者業障消除 未遇立樂相法轉實 諸有勤故 有人以為啊說 文殊菩薩這樣問啊 好像是說 請佛陀再介紹多一點淨土的法門 那麼能夠利益幫助相法時期的眾生 那麼我們現在這個時期是什麼時期啊 末法 佛陀住世的時候是正法時期 正法之後 五百年後進入相法時期 相法是類似接近佛陀住世的時代 再五百年後就進入末法 所以到現在呢 是佛陀已經涅盤之後兩千五百多年 所以現在是末法時期 那麼就有人問啊說 那曜世經這當時是文殊菩薩 為我們請佛開示的 只是立樂相法時期的人 我們末法的眾生就沒份了嗎 就不能幫助我們了嗎 其實呢這段經文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希望可以立樂幫助正法以後的眾生 正法以後當然第一個是相法 所以就以相法做代表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要是法門更加適合在現在 特別是末法之中 這個時期呢 因為文明的這種資訊的發展 短時期來看 局部就是小部分小範圍來看 似乎有一些人 因為醫學的文明啊 科技啊 或者是這個資訊的發達等等 似乎生活比較便利方便 要什麼有什麼 而且擁有的這些物質 一年比一年更先進更發達 但是問題是物質越來越好 我們眾生真的有越來越快樂嗎 其實沒有的 越是依賴物質的人 越不能滿足 所以佛法之中啊 佛陀教導我們的智慧啊 其實真的要認真的去參就佛法 在佛法之中開解我們的智慧 讓我們呢 對於這種五欲過患啊 就是對物質界的依賴 慢慢地淡化下來 自己做為自己的主人 那麼所以我說 短時間看好像我們生活得越來越好 但那只能講物質越來越好 心靈的世界是越來越貧乏 越來越就是空泛的 所以法門無量啊 誓願學 在這裡今天我們修持的是鑰師法門 那麼特別呢 就針對在末法的我們 能夠幫助我們得到安樂 去除這些業障煩惱 那麼之後呢 就講到佛陀就告訴文殊菩薩 由東方從這裡向東去 過十淨潔沙 淨潔沙就是Gangas Gangas就是橫河 過有像十條橫河裡頭的沙 那麼多的佛土 也就是無量的佛土啦 向東過無量佛土 有一個世界叫靜流離 那麼那裡有一位佛 在那裡說法教導 叫藥師流離光如來 那麼藥師佛在行菩薩道的時候 發十二大願 那麼怨怨都是滿我們眾生所求 簡單的來說第一大願就是 藥師佛當時還在行菩薩道 他發願如果有一天他成就佛道的時候呢 那麼只要是這個修 就是稱念他的佛號 這些眾生都能夠像他一樣 就像藥師佛一樣 能夠具足光明 具足莊嚴 那麼第二大願呢 就是希望到發願要是否成佛的時候啊 它是深如流離 內外明冊 靜無瑕匯 光明廣大 功德唯為 深善安住 嚴網莊嚴 過於日月 幽名眾生西門開祥 隨意所去做出實驗 就是第二大願 其實剛剛我特別念了一下這段經文 就是說 深如流離 另外一名冊 靜無瑕匯 這裡呢 說深如流離 那是 流離是通透的 就是那一種光明 潔淨莊嚴 流離一樣的 那麼在這裡就要提一下 剛剛提到的這個清朝的國師 玉林國師 他的一段姻緣 他為什麼特別推崇呢 其實他自己也有講 他過去生的姻緣 過去生因為是出家人 但是呢 身相醜陋 而且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講駝背 這個手啊 腳啊 都不健全 那種相貌的醜陋 是看到的人會受到驚嚇 那樣子的醜陋 當然有過去的一段故事 在我們的書局也好 圖書館也好 有玉林國師傳 就是我們的開山大師 所著作的這本書 非常好看 就寫玉林國師的故事 他過去生中因為這樣 那麼跟這一位千金 有一段姻緣 因為這位千金 要到寺院去共生 那因為看到他自漂亮 想要見他本人 他因為相貌醜陋 是從來不見人 那他堅持要一個一個供養 他共生 沒有辦法 那依照戒律 人家供養他要出來 那麼因為一出來 就把那位千金給嚇昏倒了 那位千金醒來之後 覺得很抱歉 竟然動了一個念頭 說他來一生要嫁給這個人 那這位出家人呢 因為真的把人家嚇倒了 那心裡實在是很愧疚 特別自卑自責 當天晚殺自殺上吊 他的師父知道可能會想不開做傻事 特別呢 就去觀照他 就教他 你身上醜陋 有醜陋的因緣果報 你要來一生啊 轉變這個業緣 你就修持藥師法門吧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呢 他送藥是金 拜藥是佛 所以他的隔一世就來一生 也就是玉林國師的那一世 他就非常的莊嚴 真的像這裡所說的 深如流離 淚外名冊 靜無俠會 那麼當然出家 出家繼續修行 那故事的展開 就是那一位千金 真的又再來遇見他 怎麼樣都要嫁給他 最後呢 玉林國師呢 就運用散喬方便 就說好 可以跟他 這一次他師父 要他自己去了斷 這個一段緣 他真的跟他拜天地 那麼洞房夜呢 他就教他 他說 你要知道 你嫁的是一個出家人 你要跟著我出家人的生活 我們在休息之前都要跑箱 你跟著我跑箱 跑箱啊 走得很快 那位千金是裹小腳的 又披戴這個鳳罐俠批 這個裝扮是很美麗的 但跟著這樣走 走啊走的 走到披頭散髮 大汗淋漓 那個以前的那些化妝品 是會溶解的 滿臉都花了 跑完箱 玉林國師跟他講 請你照照鏡子 他一看很羞愧 哎呀怎麼這個樣子給人家看 尤其他最喜歡的人 那麼當下呢 就痛哭流涕啊 表示自己的這個懺悔 所以玉林國師啊 徹夜跟他說法 就度他為徒 就幫他皈依 傳戒給他 那麼就這樣 他回去繼續當他的出家人 繼續當他的 也就是後來他成為國師 那麼覺得這些附會中的人 真的要施法門 可以幫助他們 所以這裡第二大願呢 在講這眾生可以像佛一樣的光明 所求如願等等 那第三大願呢 就是要是佛會以無邊智慧方便 讓眾生呢 就是不會有所缺少 第四大願呢 就是如果有眾生真的是走錯路了 因為人生的路上啊 大概在前階段完成成長啊 學業啊 家庭 告一個段落 慢慢地找一個心靈的 這個安放安住的地方 在信仰上 這個精神上呢 會有所尋求 有一些人很幸運 一開始就找對地方 但有一些人呢 要說他不幸嗎 或者是說 可能因為過去啊 跟這些外道 邪教 邪見 曾經結過緣 所以 一旦要找一個心靈 依止的地方呢 就走錯了 走偏了 像這樣 有一些人呢 好像 侮辱邪道啊 拜這些 這個邪教 或者是赴佛外道 我在這裡講 什麼是赴佛外道 就是依附著佛教 就是假界佛教的名義 而實際上呢 根本不是佛教 在這一些呢 在現在佛教界的 這個各中各派之中 有一些亂象 我只能講 各位真的要想 要小心啊 那麼正性的佛教 你就好好地學 你究竟學就好 不用東奔西跑的 究竟方便就好 只要你確定 他是正性的佛教 是三寶俱足的 是傳揚正法 那麼至於其他 要你說求財 求什麼感情 求 就是從求啊 去入門下手的 多數都是外道居多 真正的佛教 不是叫你求 而叫你修 自己要能夠 廣修界定慧 自己要能夠 逐漸地去除貪層次 自己的這個 這個法身慧命啊 才能夠成長 絕對不是從貪求攀緣而來 那麼第四大院呢 就是如果有人走到邪道去 那麼如果這個 這要是否發願 讓他們走回 有這個因緣 走回正道 有一些是修小乘法門的 也都能夠讓他們安立在大乘法中 第五大院 特別對於這個第五大院呢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輔助戒律 我們之中 有人皈依受五戒 受菩薩戒 包含我們 就是受比丘比丘尼戒 出家菩薩戒等等 對於這個受戒的人 如果有所違犯 那麼稱念就是修持要師法門 要是佛發願呢 就是接令得不缺戒 幫助這些修持要師法門的人 好像他們這個違犯戒律欠缺的部分 幫他好像彌補起來一樣的 那麼說色有迴犯 聞我名義 還得清淨 不多惡趣 這個對於 在諸佛菩薩的發願之中 我覺得要是佛真的很了解 我們這個正法以後的眾生 對於自己的守持戒律 行為規範等等 不能夠完全做得清淨 那麼他發願幫我們做了這個 輔助彌補 第六大院 第六大院跟第七大院 我相信很多 或者說 不管你是修持要師法門的人 或者 你就是一年一度 要師法會你必定要來參加的人 哪怕你平常時 都是唸奧彌陀佛 唸觀音菩薩 但是只要要師法會 送持要師經的法門 或者點燈供養要師如來等等 必定有很多很多的人 像今天這樣 大家祭祭一堂 幾百人在這裡共同修持 跟這個第六院跟第七院 有很密切的關係 第六大院說 願我來是得菩提時若諸又情 說如果 要師佛成佛之後 如果有眾生 其身下裂 就是他的身根 這個身體 身相下裂 不好 諸根不具 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的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這六根不見全 如果以身根 眼耳鼻舌身來說 有的醜陋 或者玩魚 或者盲 盲是眼根不見全 龍是耳根不見全 陰啞 陰跟啞 都是喉嚨 或者蛇 舌頭 講話 如果舌頭有病 不全 講話就不清楚 所以不是只有身帶受損 講不出聲音 舌頭受損也是一樣的 所以陰跟啞 臉臂 這個臉是手彎曲 這個臂是脖腳 是腳彎曲 背樓就是駝背 白賴顛狂 就是麻風病 或者是癲 或者狂 種種病苦 聞我名以一切皆得 端正俠會 諸根萬聚 說只要修持鑰匙法門 來生必定可以 就是把這個身相 這個根身可以具足 無諸己苦 就是身相見全 但除了身相之外 第七大願 要是佛說 如果他成佛的話 若諸有情 重病逼切 各種的疾病 這個所苦 無救無歸 無醫無藥 無親無家 貧窮多苦 我之名號一經其二 重病息處 身心安樂 家屬這句 西結封足 乃至正德無上不提 就是除了是身相見全 身根具足之外 這裡講的是身心安樂 這是第七大願 身心的健康 第八大願 這個呢 這一願呢 關係到叫轉女成男 這一願 有一些女眾呢 就是女性的 這個護法信徒呢 對這一點 有的時候 有些人誤會 會說 為什麼 這經文之中講到 這流離淨土 是沒有女人的 或者說 如果有這個女眾 想要說 運神女生 文我名義 一切接著轉女成男 據丈夫相 乃至正德無上不提 是不是表示 藥師佛是歧視女性的呢 這個在我們 這個西方國家講歧視 就很嚴重啦 可能有人要去告藥師佛 是不是歧視呢 其實不是 特別聯繫愛護女性 要知道啊 在身體力量上來說 女性是不及男性 那從過去這種重男輕女的 這種背景下 女性啊 實在是很辛苦 不要說古代 就是現代 那麼多的社會案件 這一國那一國 這些種種聽聞 我想 作為女性來說啊 是特別需要保障的 那麼 所以這裡我覺得是 特別尊重女性的 所以各位不要告錯啦 也不要冤枉了 要是佛 或者歐彌陀佛 包含我們的釋迦牟尼佛 在古代來說 女性沒有保障 只有在諸佛菩薩的 慈悲願力之中 有這樣的包容 有這樣的觀照 所以如果這一院 第八院說 如果有女眾啊 因為 受這種 說 為女百惡之所必 如果你因為是女性 那受到種種的 這種不公平的對待 或者是 種種的折磨 辛勞 覺得很苦 自己覺得很苦 你只要 這個 聽藥師佛 就持送藥師佛的名號 你就可以瞞你所願 這個來生啊 可以轉女成男 不再為女百惡所必 所苦 或者說 像有一些人 雖然她是 這個現女像 但是呢 據丈夫像 這是女中豪傑 就是 女中丈夫 所以就不會有那一種 好像 太過柔肉 容易被人家 或者起遐想 或者是欺負等等 所以 這個第八大院 其實是保護女性的 第九大院 第九大院是講 有一些人 說出磨捐網 解多一切外道殘腐 說如果有一些人 真的是落入 這些邪魔外道 剛剛講走錯路 如果真的 在外道控制住 自己 不一定能夠自主出離 所以 要是佛呢 就是如果持送這個法門 就可以 讓她說 至於正見 見令休息 諸菩薩行 數正五上正等菩提 可以讓她有機會 走回正路 其實呢 曾經有人 找我問說 她的親戚 信了其他的宗教 這個精神都不正常了 那怎麼辦 其實如果有的話 叫她念 要是佛的聖號 剛開始也許會有些障礙 畢竟 你進入一個錯誤的精神領域 要把它導引出來 不那麼容易 但是慢慢地 持送要是佛的聖號 就是要是佛的發願 讓他們建令休息 諸菩薩行 慢慢地 行菩薩道 慢慢地 就回復到正確的道路上來 第一十大院 所以如果有一些眾生 遇到一些 這些呢 相當於就是像 官司殘身 或者有牢獄之災 這些災難等等 那麼如果就是 宋聖要是佛的名號 一樣可以皆得解脫 一切憂苦 第一十一大院 跟第十二大院 都是所謂縣世福樂 就是我們講的十一住行 第十一大院 是飲食能夠滿足 第十二大院 是居住穿著的這些衣服 種種都不會欠缺 像這樣 就是我們一般講 十一得一 十十得十 要施佛的十二大院 確實是比較傾向於 照顧我們一般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說要是佛 跟我們大家來說 是特別的親切 那麼另外 當然經文之中介紹到 要是佛的兩位 協助他的準備 要遞補佛位 之後要成佛的日光菩薩 月光菩薩 另外呢 還有講到 就是如果有一些眾生 這所謂滅世種惡 經文之中也很有趣 提到說如果有人很簽令 說不知道布施 那麼如果有人來跟他乞討 他不得已要行布施的時候 如割生肉 深深痛惜 就好像給人家一點點 就好像在割自己身上的肉一樣 如果有人簽令到這個地步 像這樣子 就是他也不會善待自己身邊的 這些親人 那麼往生之後可能多於惡去 到惡道去了 那麼說他因為在人間的時候 曾經暫時 就曾經那麼一下子短暫的時間 聽聞藥師佛的神號 那麼就算到了惡道去 那麼只要他想起 藥師佛的名號 在他想起來的時候 他就離開這個惡道了 所以各位呢 參加藥師法會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以後會到哪裡去 只要你曾經有那麼一次 就是參加藥師法會 跟著一起送藥師經 拜藥師佛 那麼有這樣的姻緣 往後啊 如果萬一不慎 走錯路到惡道去了 你要能想起 馬上就可以離開 不用受苦 所以來參加藥師法會 還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又在經文中講到破戒的人 就是這個藥師佛的發願 其實這段經文我真的很想帶大家看 大家翻到這個內容嗎 有翻到嗎 就跟著這樣講 跟著看藥師經 我看我們這個經本呢 改天要請義工幫忙 一頁一頁寫上這個頁數 改天要講的時候呢 比較好結束 這一段呢說 若諸有情 雖與如來受諸學處 說是跟著學習佛法的 而破施羅 但是呢 卻對於戒律不能持守親近 那有的呢 有雖不破施羅 而破鬼折 有一些呢 他不是犯戒律 他是對於這種規約啊 規律啊 不能遵守 那有一些是說 由於施羅鬼折 雖得不壞 然毀政見 有一些他 個人的 這言行舉止呢 他都照規矩來 他沒有違反 但是呢 說毀於政見 他規矩很好 可是見解不正確 這是所謂見解不正見呢 譬如講 我現在假設說 各位真的要拿我們的佛學會考的這個題目去看 那個C主的 C主那一邊呢 的題目啊 很多都是關於政見的 我現在假設隨便講一句 如果有人告訴你 這個 你身體不好 都這麼弱了 你不要再吃素了 你應該要 多吃一些魚啊 肉啊 這樣你身體才會好 這句話 對還是錯 現在各位會說錯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身體不好 你的家人跟你講 你不要再吃素 你是因為吃素身體才不好 你應該要吃肉 身體會好 其實這是顛倒因果的 身體不好 確實有不好的因果 但不是吃素造成 吃素是長養吃悲心 吃肉是跟這些殺生 跟這些生命啊 真是沒完沒了 另外結了厄緣 所以不可能 你去結厄緣 然後讓你的身體會好 所以這個見解 因果 前後 是顛倒呢 還是怎麼樣 這個有正確見解的 就正見具足 這個都不行 這些好像是是而非的 聽人家講自己啊 也不清不楚的 不正見 像這樣 所以有一些人 他說他是受戒的弟子 他的行為他很謹慎 可是呢 有的時候跟人家講錯話 不正見他自己不知道 像這樣 那有一些呢 說有雖不毀正見 他沒有毀壞正見 而氣多聞 什麼叫氣多聞 有聽聞佛法的機會 他卻放棄 也就是說 他不去聽聞佛法的 對佛所說的 氣精深意 不能解了 有雖多聞 有的人呢 他是 他都來聽聞佛法了 而真上慢 所謂真上慢呢 就是說 這些我都聽過了 這些法太容易了 或者是說 我已經證得什麼樣的程度了 這些法也不需要了 像這樣子 就真上慢 那麼就脹斃自己的心性 甚至於 就自戰回他行邦正法 到最後成為魔的伴侶去了 像這些人 將來啊 輪回多欲三惡道 那麼如果 德文要失流離光如來名號 便捨這些惡行 修諸散法 就離開了這個惡道 後面 這個 因為經文很長 我擔心時間的關係 經文當然是比較明白 不過這裡有一段 就是說 如果有人 他是虔誠的信徒 也受持八關宰戒 但是呢 他發願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無量受佛所 就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他發願要去的 但是呢 而未定者 就是說 他的功德啊 好像那個力量 還沒有具足 還沒有確定能不能 如他所願往生西方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麼只要 他曾經 就是稱念 曜師佛聖號 聽聞曜師流離光如來的名號 臨命忠實 有八大菩薩 這八大菩薩 趁空而來 是其道路 急於筆戒種種雜舍 眾飽華中 自然化身 我覺得這一段 也是讓我很感動的 要是否不會講說 你們不要去西方了 你們通通移民到我的東方流離世界來吧 我的流離世界歡迎大家 你們也不用唸奧彌陀佛 唸曜師佛 其實沒有這樣的 這是佛佛道同 都是為眾生 所以曜師佛還發願 說如果有人 他確實是發願往生西方 但他的功德不夠 好像學分不足一樣的 如果他也來唸曜師佛的 修曜師法門的話呢 不但他能夠去 而且保證能去 因為要是佛會派八大菩薩 帶路啊 一定把他帶到 帶到東方去嗎 不是 照這個人發願往西方 所以就念要是佛 然後要是佛請八大菩薩 幫助他 瞞他所願 帶他往西方 極樂世界 蓮花化身 出現在極樂世界 像這些呢 我都覺得 我們在宋慈 要是佛的 這個 不管法會 或者法門 大家都可以放心 因為有的人啊 曾經問過我說 我是唸歐彌陀佛 發願往生西方 那現在到場舉行要是法會 我如果來 會不會背叛歐彌陀佛 你們看經文就要知道 佛的世界不像我們 這個凡夫界啊 有這些分別 有這些雜染 佛的世界是很美好的 我簡單就這樣跟大家講 因為時間這比較晚 那麼總是希望大家這樣聽說之後 對於我們一年一度的 要是法會 那麼修持要是法門 大家要有信心 那麼你自己 譬如說平常時有的人 他會問我們 說自己要做功課 可以做什麼功課 持中藥是金 是很好的功課 那特別呢 就是說 你自己身體不好 或者有些事情不順利 或者你的親戚啊 朋友啊 你認識的人 包含移民在外啊 遠方的親友啊 如果有身體不好 或者年紀老邁了 退化等等 其實你能為他做什麼呢 宋持要是金 或者持要是咒 持要是咒 在要是金裡頭講 你可以供燈 或者你可以所謂玄番 玄番 番是在佛前供養一種莊嚴的 這種莊嚴句啊 也是法務的一種 有些這個番上面還有名 這是要是佛的聖號 你是玄番 或者供養佛像 或者供養燈 種種供養 那或者你就是 譬如說你這個幫誰 持要是咒的這個水 持要是咒 49病也可以 108病也可以 幫他持要是咒 這個水呢 就是咒與加持之後 送到醫院去 給你的親友 像這些 都是平常時我們 可以做得到 而且真的 讓我們就是表達一份信義 幫助 需要幫助的親友 當然最好是自己來修持 禮拜是最好 今年的要是法會 在這裡要 暫告一個段落 修持是 沒有結束的時候 那法會 雖然有一個段落 但是希望大家 對於經文之中 剛剛提到的 有一些人 橫手規矩 對於持戒也很嚴謹 但是呢 政見 要問自己 有沒有具足 有一些人 就算政見具足 那還要看 他是不是懂得 珍惜聽聞佛法的機會 或者聽聞佛法之後 自己有清慢的心嗎 剛剛那段經文 我覺得 都是要是否 正是 他還為我們末法眾生 考量 非常的清楚的 告訴我們 要注意的事項 所以學習是 永無止盡的 那麼 在法會員們之前 還要跟大家做一個宣布 就是 今天所有在這裡供養的 不管藥石燈 琉璃燈 如意燈 那麼這些燈呢 待會兒我們的香燈菩薩們 會稍微整理 然後把燃燈 燈油 還沒有燃完 還有部分 那麼會放到 這個殿堂外面 那麼如果您要回去的話 一戶人家 你可以隨時請回一盞燈 那麼回到去 等於各位在燃燈的時候 你記得 你是把藥石 這個流離光如來 就是藥石佛的光明 是把佛菩薩的光明 帶回家去 繼續供養 把光明帶回去的意思 那麼因為人多 所以先不要拿 我怕有的人拿三盞五盞 那後面的人就不夠了 所以前面你先拿一盞 除非真的有多餘有聖像 因為點燈 今年點燈的人很多 如果你看到 你想多請一盞送給誰 你就要留晚一點 等大家都請完 你看到還有 詢問一聲 你就多請一盞回去 希望都可以滿大家所願 那麼明天是農曆的十月一號 十月初一 明天星期天一樣 舉行光明燈 消災法會 那麼大家可以一起回來精進 那下午呢 明天下午兩點到四點 就是這一次 就前幾 前兩個星期 我們這個國際佛光會 多人隊協會 會員去參加 在香港舉行的國際佛光會 世界理事會議 之後呢 我們到在江蘇宜新佛光主庭 大爵士呢 參訪跟大師戒行 聽大師開示 真的很歡喜 之後呢 就展開一共有八天的 就是在印度的佛陀的聖地朝聖 那麼現在這些資料啊 暫時整理好 時間很匆忙 我晚上還要再看一下 希望明天下午兩點呢 就是我還有如中法師 還有我們幾位參訪的團員 一起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麼考量畫面的關係 所以地點呢 是定在我們二樓的會議室海會堂 可能要加椅子 大家請一下 那麼可以就是 讓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這一次的佛陀聖地的 朝聖的一些心得報告 各位呢 不妨參考 聽取這些分享報告之後 各位要問自己 在你的一生之中 你是不是也要有一次 作為一個佛弟子 應該要回到佛陀的故鄉去呢 那道場還會繼續在 主這個印度的參訪團 那麼到時候各位盡請留意 歡迎大家 真的發起這一份心來 那麼另外呢 就是今天我們修行的是 東方流離淨土的這個樣式法門 那跟大家做一個宣布 十一月十四號到十六號 一連三天 這也是我們一年一度的 彌陀佛祈法會 要有三天 要精進念佛 大家要把時間準備好 這三天呢 是星期四、五、六 我們避開的星期天 星期天呢 就是外面來的人比較多 有的時候呢 會干擾念佛的氣氛 所以特別提早一天 這星期四、五、六 這三天 那麼希望大家 把時間準備好 把這個體力、精神準備好 這要比藥師佛的 這個藥師法會呢 要更多幾天 而且就念一句佛號 希望大家把這個淨土的法門 都藉著在一年之中的這些安排 好好的來精進 也祝福大家 那我們就先站起來 希望以藥師佛的大願 能夠就像大師為我們寫的十二大願 除了是為自己祈求一切圓滿吉祥 更為自己身邊的人 為整個社會和諧 為整個世界的安和樂力 來祈求來回向 也祝福大家 真的一切吉祥如意 所求如願 阿彌陀佛 阿彪